大家好 來到香港繼承知多點第五集 今天想通過一個案例分享繼承財產時遇到的問題 先講講背景 錢生錢太太夫婦關係 錢生被錢太太先去世 他們有子女 錢生留下了一筆遺產 有樓有現金 家人處理錢生遺產時有以下問題 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 如果錢生沒有立遺囑 婚姻居所是否一定要被出售及作為部分遺產去分法 答案是不一定 錢太太作為在生的配偶有權取得婚姻居所 他可以選取該居所以代替他有權取得的遺產分數 當然 如果居所是主要財產 大家亦沒有多餘積蓄 分配上可能需要再商量 大家要留意 第二 在沒有遺囑而去世的個案裏除非有任何相反證據 否則任何在死者過世以前以預付方式給受益人的 譬如他的子女或配偶或因為子女結婚而給過的錢和財產都應該計算在內 根據沒有遺囑遺囑遺產繼承法 在子女應得的遺產裏面 就要扣除已經付了的金錢和財產 所以這點大家都要記得和留意 第二 問題是在甚麼情況下 前太太可以選擇保留婚姻居所 答案是如果前生遺囑列明了把婚姻居所送給再生配偶 前太太可以取得物業的所有 如果遺囑上沒有列明把婚姻居所送給再生配偶 前太太就是無權以應得的遺產去換取婚姻居所 所以有時候遺囑很重要 除非物業屬於聯名的長命契 即他們共同擁有 否則香港法例並沒有講明在生配偶 在不支付任何金錢或補償下可以自動取得婚姻居所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是否是合遺囑 第三 問題是如果在分配遺產過程中 突然有一個證實自己是前生的私生子出來 他又可不可以分得到前生的遺產呢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在分生子女即是私生子 指他們的親生父母沒有根據香港法例認可的方式結婚 不過根據父母與子女條例 這些人士即是非分生子女 可以跟分生子女享有同樣的遺產繼承權 所以他一樣是可以分配得到前生的遺產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簡單的問題 以及簡單的例子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去想一下 究竟去分配財產的時候有甚麼安排 可以早些作準備 當然要找有中港法律或有相關經驗的律師去處理 如果大家需要甚麼資料可以隨時inbox我們 大家可以share、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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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